斗阔年番28集已经更新,从这集内容来看,强榜大赛终于开启了,粉丝期待已久的年番高潮部分也终于到来,不过这集最大亮点却是片头主题曲呈现出来的画面,而且很多粉丝期待的人物也都出现了,下面一起来看看吧! 01,一滴血,萧妍说服陨落新年的剧情,一直都是原著粉津津乐道的话题,作为豆魄苍穹的颜值代表,美杜莎女王和萧妍在塔底下发生的一切,让人觉得相当的刺激,只不过由于剧情的特殊性,部分网友给萧妍扣上了强奸犯的骂名,然而官方对于这部分剧情做了特殊处理,我们都知道,美杜莎女王一向都是非常强势的女人,尤其是对现阶段的萧妍, 那可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杀心,而从新片头的一些画面来看,美杜莎女王在被萧妍拿了一滴血后,她的眼神都变得柔和了许多,以前的那种暴力,以及强势荡然无存,想来动漫就是为了去深刻打造,美杜莎女王事前事后的转变,以达到让萧妍不被推的目的,其中美杜莎女王和萧妍的肢体互动,就是为了坐实了两人,已经基本是情侣关系,02,云云现身,在这次新幻的, 逗破苍穹,年番片头曲画面中,还出现了云云的身影,这让不少网友有些惊喜,因为在年番里面应该没有云云的剧情,云月原本是云蓝宗的宗主,不过现在不是了,因为从画面来看,云云很明显被夺权了,而且还被云山给关进了小黑屋,同时修为也被云山封印了,现在的云云可以说非常落魄,至于这是为什么呢? 完全是因为云云擅自做主放跑的萧妍,萧妍可以说是云蓝宗的大患,必须除掉,结果云云却是欣然放跑了,云山当然要处罚云运,对于官方这次给云云加戏,显然是为了给斗阔年番提升一波热度和播放量,03,分上云蓝宗,在这个主题曲的最后给了一个画面, 从画面来看换了新模型的萧妍身后,有一群人,这些人之中就有美毒沙女王,紫妍,林修衙,林燕等人并列一起站在萧妍身后,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,美毒沙女王这是已经认可萧妍了,而且美毒沙已经怀孕了,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,对应原著三上云蓝宗剧情终于要来了,希望到时候三上云蓝宗能达到三年之约的水平吧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